你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瑞信 瑞信最近出市 其實幾年前它已經由最高位 跌下來差不多90%多 即是說之前投資到它的股票裡面 都蒸發了大部分 之前它引入了中東的股東 中東的股東最近拒絕了再去注資 為什麼會拒絕呢? 因為整個瑞士的生態已經改變了 在上一年俄烏戰爭開始 瑞士竟然放棄自己一個中立的立場 跟隨美國去沒收俄羅斯在瑞士銀行的資產 過去幾百年瑞士在吃中立飯 吃中立飯即是說 無論你東方也好 西方也好 阿拉伯也好 非洲也好 只要你放錢在它那裡 它是不會理你的政治立場 理你是哪一個國家 也都會保持一個高度的機密 不讓你知道那個背景是哪一個 最低的持有人是哪一個 這樣呢 它就吃了這個中立飯這麼多年 但是因為今次的沒收俄羅斯的資產 令到很多其他有錢人會害怕 你沒收俄羅斯的會不會沒收中東呢? 會不會沒收中國呢? 令到很多錢逃出去 令到以前的錢放在瑞士銀行 又會找回瑞士的投資銀行 幫它處理金錢去投資 這件事改變了中立 令到它的優勢就沒有了 最近就是因為直谷銀行出市 直谷銀行出市 其實有很多巧合在裡面 第一個巧合就是在特朗普的年代 竟然將一個會計的制度 我們持之有行的 叫做Mark to Market 即是以市場定計的價格去入賬 放棄了 因為它說國債是很安全的 按照你那個買入價去計價就OK了 那的時候呢 又有第二個巧合就是 在直谷銀行 因為早一兩年很流行 Spec Spec就是先籌錢 後去找項目 錢籌了 但是項目正在看 那些錢就放在銀行裡 有這麼多錢 它不會就這樣放在那裡 收這麼便宜的利息 就去買這些債券 他們先頭買一會是離幾 估不到那個債的利息 是升得這麼厲害 升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就令到那個債券的價格 就跌得很厲害 按照正常一般的師傅 或者是CFO 要做的事情 就是看著那個Mark to Market 那個變化 而去減持那個債券 並非是看著那個買入價 但是又這麼巧合地 特朗普就廢除了這個條款 因為美國債券是安全的時候 令到他沒有去跟隨那個水漲船高 或者是水退去減持 令到他那個倉位暴露的風險 就非常之高 就造成了一次直谷銀行事件 那麼有第三個巧合就是 這個直谷銀行的CEO 就是以前雷曼兄弟的CFO 有些人會這樣說 其實我也會這樣想 每去到幾年 就有些小魚 就被大魚吃光 吃光之後 就沒有魚吃的時候 有些超級大魚 或者沙魚 就去找一些大魚去吃 隔幾年就一轉 一些大銀行就會爆布 被一些超級大的銀行 聯儲局的打手收了 這個就是現在西方國家的金融遊戲規則 那我自己也覺得有機會 整個是一個陰謀來講 是一個局 那志在直谷銀行 就是項莊就沒有這個直谷銀行 志在就是瑞信 因為它激起的浪花就會很大 那個賠率就會很高 今天想說的直谷銀行和瑞信 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